本台消息 2019年2月25日至3月1日 在菲律宾非凡电影节上 全能神教会制作的合唱特级纪录片 主宰一切的那一位获最佳配乐奖 该片28日在电影院展映时反响热烈 一位电影节评审表示 该影片震撼人心是每个人必看的经典电影 这个故事 一人都保持权利益 是非常棒的 我们的节目 这部电影在整个阶段的最后一段階段 因为它掌握了全人 和我们的权利益 和那一位从上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好 每个人都必须看的 因为它会导致 给人们的影响 那些人在生活中 还在生命中 那些人还需要解释 那些人只想要谢谢 那些人从上 给他们的祝福 给他们的祝福 那些人想要努力更加努力 要做得更好 合唱特级纪录片 主宰一切的那一位 以全新的视野 从多个角度 见证了造物主 带领主宰人类的奇妙作为 包括宇宙星空的奥秘 天地万物的由来 人一生的命运 神拯救人类的经营计划 国家民族的兴衰 与其历史使命等等 从中可以看到 整个人类历史中 发生的每一件事 都是神在主宰安排 是神在带领人类 推动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 当我们选择一剧 在任何剧场上 它必须跟每一位判刑 在感情上的角度 所以如果我们不感觉 在我们心中的事件 它不会变得到剧场上 我喜欢的 那些人承识 在任何剧场上 它真的带你 整个历史人类的 从剧场上 到现代的 我其实被创造成了 因为在家庭里 在家庭里 我们常常看 剧场上的剧场上 或是在世上的生命中的生命 而這一次我更加進去的生命中 它我真的在最初的地方 在哪裡是做的 在哪裡是做的 在人生命中的世界上 在人生命中的生命中 我們成為人生命中 我們成為人生命中 還有其他人的故事 不常被傳出 其他电影像这种类型 我和我亲爱的 我们在看一种 他经常说 妈妈我们缺乏 是自主的指挥 我们在看一种 能够变化我们 也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 就像你的电影 我们可以让他们看 他们也会变化我们 菲律宾是世界第三大天主教国家 主宰一切的那一位 在展映当日 马尼拉影院坐无虚席 就连过道上都坐满了人 这是难得一见的场景 据了解 国立大学一位教授 看到这部电影 要在电影节展映 特地推荐给他的学生 前来观看 现场还有菲律宾 几位接受全能神 末世做工不久的基督徒 看完电影后 也谈了自己的感受 这部电影节展显得很美 它刺激我的心 因为 后来看这个 我可以知道 和解识 的信念 人的信念 每一人的信念 都是在神的手上 神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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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美的电影 主宰一切的那一位 自2018年5月推出至今 短短10个月 以相继在亚欧美多个国家的电影节上 获得最佳纪录片 最佳信仰电影 最佳原创音乐金奖等奖项 在2月18日 英国北欧国际电影节上 纪录片导演 诺埃尔宗先生 和他的妻子 及副制片人 邦尼·哈里斯 看完影片后 对影片内容赞叹不已 还感叹道 这部影片 能在短短一年时间里 制作出来 并且完成得这么好 完全是神的带领 当你放那 在短短短短 与的美丽 的創造型 的世界 然后我 reflected 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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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e of that could have been an accident and I've never believed that and for me there's always been a greater power than us As I mentioned we were very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technical beauty of the film and also the beauty of the chorus I'm a documentary filmmaker so I know what it takes to make films and normally my films take four, five, six years to make I'm very aware that this same greater power is what has made you do this film and complete it in such a record time because you know for us mere mortals we need to take more years to get it done it was really refreshing to see that I hope more people get to see it around the world 东方之光 记者 穆毅 菲律宾 采访报道 Thank you